被囚禁的女孩在独自分娩 她蜷缩在角落 双手支撑起身体 剧烈的疼痛让她忍不住大声哀嚎 她仰头大口呼气 努力调整呼吸 想以此来减轻痛苦 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后 一名女婴诞生了 女孩看着眼前的孩子十分欣慰 被囚禁的日子孤独难熬 现在终于不再是她孤身一人 很快 一个男人走进来 这是女婴的爸爸 同时也是女孩的爸爸 就在四年前 莎拉没有听从爸爸老唐的话 翻墙出去参加派对 老唐得知后十分气愤 一直在门口等女儿回来 随后两人发生激烈的争吵 爸爸的控制欲极强 在家说一不二 只要有人敢捂逆她 就会受到惩罚 长此以往 莎拉迫不及想冲出牢笼 扬言成年那天就要离开 老唐一把拽住莎拉 直到妈妈下楼 莎拉才得以逃脱 她静止跑回房间 躺在床上 隔天 莎拉被告知禁足一周 她毫不在意 还告知其他家人 自己想去周游事件 没想到却被门外的爸爸 听了个真切 老唐既生气又郁闷 她静止来到地下室 坐在沙发上思考 不明白为什么 这个女儿一直很不听话 总是要跟自己反得来 她突然想起 这里有个防空洞 于是一个计划涌上心头 一天 老唐趁妻子出门后 让莎拉帮忙 把箱子搬到地下室 莎拉一走进密室 只感觉阴冷无比 老唐问她觉得这里怎么样 莎拉摇摇头说没有窗户 自己很不喜欢 可她丝毫没注意 爸爸边说边后退 趁她不注意将把门关上 莎拉疯狂地拍打铁门 希望爸爸放她出去 可门外却听不到一点声音 原来这几个月 老唐一直在秘密改造这间密室 老唐无视莎拉的呼喊 静止走掉了 莎拉被爸爸强行关进地下室 她把箱子打开 里面装了她的衣服和背包 她尝试用密码开锁 可连续输错三次后 密室瞬间陷入一片黑暗 她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做 只能继续在黑暗中呐喊 深夜 全家都在等莎拉回家 妈妈急得想报警 可爸爸十分平静 说她可能是和男友出去玩玩 而在密室的莎拉没有放弃 继续大声呼救 尝试输入密码 但这次连氧气都没有了 就这样过了四天 莎拉终于听到门外有动静 她快速躲在墙后 趁老唐不注意将她一把推开 打开门就冲了出去 可没想到外面还有一扇铁门 她不断地垂打 只见老唐缓缓走来 拽着头发将她拖回密室 警告她不要妄想逃出去 自己每天都会改密码 只要输错三次 就会断电断空气 老唐还说是因为她不尊重人 才造成着这样的局面 如果想活下去 就必须对自己为命是从 说完就给了她一巴掌 还对她做出了禽兽之事 密室传来痛苦的哀吼 事后 莎拉拖着疲惫身子起身 在水池不停地呕吐 与此同时 警察正在家里做笔录 老唐这时出现 告诉警察莎拉想周游世界的计划 原来老唐早就想好了说辞了 营造莎拉离家出走的假象 因为现在几乎没有线索 只能上报失踪人口 她安慰妈妈 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 很多孩子都会自己回来 所以让妈妈在家安心等电话 可没想到的是 这一等就是20年 因为一直没有莎拉的消息 男友克里斯找来 而老唐却告诉她 莎拉和一个邻居私奔了 老唐还在假意安慰 男友肉眼可见的失望 直接离开了 时间过得很快 莎拉已经被囚禁21天了 这天是莎拉的生日 老唐给她准备了小蛋糕和红色裙子 因为之前反抗经常挨打 所以这次她选择乖乖听话 爬过来吹了蜡烛后又缩回脚落 还穿上了那条裙子 老唐很开心 答应她想要钟表的要求 时间来到第38天 莎拉在吃罐头的时候 发现盖子异常锋利 于是想到一个计划 她将其改造成一个戾气 穿好裙子等着老唐 可就在出手时还是被她抓住 老唐夺过力气 一把将她甩在地上 计划失败 等待莎拉的只有无情的虐待 很快一年过去了 莎拉马上临盘 这天发现羊水破了 她没有求救 而是打开一本书 莎拉蜷缩在角落 运用书中的知识 独自分娩 还好有惊无险 顺利诞下一个女婴 给她取名玛丽 莎拉在这样的环境里 成为了一个母亲 而孩子出现 也没能激起老唐的善心 莎拉拿起刀又放下 最终选了一袋面包 因为她知道 这把刀的出现 就是一个陷阱 四年过去了 玛丽也愈发漂亮 她拿着话过来 没错 莎拉又怀孕了 因为莎拉的顺从 密室的东西逐渐多了起来 她也趁此向老唐求请 不出意外 她直接被拒绝 莎拉消失了四年 妈妈想请个私家侦探 继续寻找女儿的下方 可老唐根本不想花这个钱 发了一通脾气 舅舅离开了 当晚 老唐搬来电视 玛丽很疑惑 因为她从来没见过 反观莎拉非常开心 她在密室已经快要麻木了 电视的出现 无疑给他们的生活 增添了许多色彩 转眼间七年过去了 莎拉也淡下了个男孩 可没有阳光 没有营养 长期的封闭生活 让孩子们的身体瘦弱不堪 就算生病 老唐也不管他们的死活 还拿来成人要简单敷衍 莎拉给他们讲了公主的故事 宝贵的父亲 发现了宝贵的父亲 他把父亲的脖子弄掉 然后把她藏在地上 玛丽着急地问 好宝贵的 我认为他还在追求 讲完便给他们唱起了歌 即使被困密室 莎拉依然尽可能教孩子们知识 带给他们欢乐 而现实中的男友真的没有放弃 即使知道他跟别人私奔 还是忍不住思念 到他家门口观望 这天他碰到了莎拉的姐姐 交谈中才得知 爸爸编造了私奔的事情 姐姐不禁怀疑莎拉的失踪 和爸爸有关系 这样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 爸爸脾气暴躁 他们二人经常有冲突 之前还把妈妈打至住院 可迫于爸爸的强势 自己根本不敢反抗 当晚 姐姐就将事情告诉了妈妈 母女二人对老唐一顿逼问 姐姐也发起疑问 妈妈气得直摔东西 还扬言一定要找私家侦探 老唐连忙追上去 却没想到要是落在沙发上 姐姐趁机进入地下室 可没意会 老唐就找下来了 迫于爸爸的威严 姐姐只好放弃 另一边 莎拉也迎来第三个孩子 因为密室太小 她希望说服老唐 让她将这个孩子抱上去抚养 老唐想到这样可以让妻子放心 不再寻找沙拉 于是便答应了 隔天 门口的哭喊声引起了妈妈 看到上面的纸条 妈妈激动万分 这说明沙拉还活着 她连忙将孩子抱起来 却忽略了藏在下面的小纸条 还是被老唐发现了 她气愤地来到密室 将裙子甩到她脸上 而等待沙拉的又是一顿毒打 转眼已经是第十四个年头 孩子们也长成大孩子 老唐看着出落的大女儿眼神放光 这一幕让沙拉后怕 她连忙将玛丽叫走 并且警告老唐 而沙拉的反抗换来的就是停电停空气 这天下起了大雨 玛丽发现天花板在滴水 沙拉突然两眼放光 她小心翼翼地爬高 拿着勺子就开挖 很快便挖通一个洞 她拿着手电筒求救 可傻龙的路人直接敲门 得知的老唐冲进密室 当着孩子的面抱走了沙拉 第四个孩子也因此夭折 长期的囚禁生活让孩子们情绪暴躁 他们不断埋怨沙拉 这是你的错 你就是我们在这里 沙拉知道他们都没有错 可是她真的无能为力 她恨老唐 也恨她自己 两个孩子都看傻了 隔天 沙拉将所有的事情告诉了两个孩子 我的父亲 也就是你的父亲 不如其来的真相直接引发了玛丽的哮喘 他们跑到通风口不断呼吸 没过多久 老唐被裁员 没有收入的他养不起那么多人 于是他萌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夜晚 他将管子一头伸进密室的排气口 另一头塞进汽车的排气口 然后发动汽车 他想趁此机会悄无声息地杀人灭口 这时 托马斯突然出现 他是来安慰老唐的 也正因此 老唐放弃了计划 这天 托马斯和朋友在院子聚会 可烧烤的烟却顺着管道飘进密室 再次引发玛丽的哮喘 两人急得不行 这时老唐回来了 莎拉恳求老唐将女儿带去医院 可老唐害怕他们逃走 直接拒绝了 老唐一正 他有些不知所措 看着痛苦的女儿 最终答应了莎拉的请求 他看着熟悉的客厅 充满了留恋 因为抢救及时 玛丽并无大碍 医生没有搜到她病史记录 于是要求老唐补充一下 莎拉不断环步四周 找寻机会逃跑 见老唐转过身去 他将水杯弄洒 老唐不得不去找护士换一张 临走前警告莎拉 看着老唐离开的背影 他赶忙寻找保安 这时老唐发现病追了上来 她加快脚步 可叫声也吸引了医生和保安的注意 最终她扑进医生的怀里 莎拉和孩子们就此得救 老唐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看着被抬出密室的孩子 托马斯和妈妈震惊了 两人抱头痛哭 他们不敢相信身边人竟然如此恶毒 孩子们在草地上玩耍 莎拉三人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感受着自由的美好 这时 克里斯骑着摩托出现 两人深情对视 原来克里斯一直在等莎拉 他拿出了20年前没送出的礼物 二人骑着摩托驶向远方 去找寻属于他们的自由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剧真实事件改变 莎拉虽然经历了20年的囚禁生活 但她是幸运的 被解救后和男友重逢 得到家人的爱慕 可现实中的女孩却不一定这么幸运 她被囚禁了24年 生下了7个孩子 她要如何面对世人的眼光 面对这个变化迅速的世界 这可能是她一辈子无法解决的问题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父亲的控制与远超正常的情感 做出的事情令世人唾弃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父母爱孩子的同时 也应给他们足够的尊重